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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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年輕的時候 開始聽陳浩才先生的電台節目 引起我有興趣聽古典音樂 後來滿足我自己的拍攝廳唱片 見到陳浩才先生 在星期日的傍晚 在紅寶石餐廳 有一個開花音樂會 因為當時我做洋服 每個星期都只有 星期日的晚上有休息的時間 那我就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人去那裡 他們有一個 一杯飲品 一個西餅的套餐 就可以在那裡 欣賞聽兩個 鐘頭的音樂 而陳浩才先生 每一次都有一個 節目表介紹那些音樂 都是很靜心 大家都是樂迷在那裡 聽很罪人的音樂 我覺得 這個過程 就是我年輕的時候 對於音樂欣賞的生活 我覺得很幸福的 也由於我漸漸 很投入這樣 欣賞音樂 還有陳先生 編音樂生活雜誌 都是引起我們去看多些 關於音樂知識的書 又看音樂家傳記 令到我覺得 是向藝術方面發展 應該是人生 會是豐盛一點的 所以我決定了去 學畫畫 後面做設計師 我覺得 陳先生這些工作 都是令到人生改變的一個元素 來的 我不斷都留意 陳先生對推動音樂的工作 做了很多事情 我最難忘的一次 就是香港電台有一個 經典金曲的頒獎禮 我是能夠和陳先生一起 上台頒一個 其中一個金曲的獎 那首音樂就叫做卡門 在紅寶石音樂會 其實陳露才先生 介紹的音樂 表面是很闊的 有很多古典的 或者是 比較新一些 去到 好像斯特蘭拉利茨基那些 比較新的音樂 都有的 因為他的音響是很好 是一些比較紅壯 還有層次豐富的音樂 在那裏才聽到那個效果 就是比較好的感受 我剛才說 譬如卡門那些流行的 唱片聽得多 但去到那裡都完全不同 層次和氣氛 後來我和他在香港電台的 經典金曲的頒獎禮 又一起回到卡門的首音樂 我覺得都是一個 我覺得是 一個年伐 的 referred 的 感谢观看